图片发自简书APP路边地里 有一种不知名的树 结着白色的果子 还有一种无名树 平平如盖 根根绿枝条旋垂而下 它们可能都是外来植物 别有一番风情 美丽极了 我不由地感慨起大自然的神奇壮观 一阵风吹来 岛上早已枯黄的树条 随风翩翩摇摆 浮水成大波浪状的跳跃 舞动 恶魔中步伐大气 终于在一个清寒料翘的冬日 穿过一条曲静通幽的小道 来到了欣欣念念的隋唐遗址植物园 这是一条风光宜人的路 路两旁是排列的整整齐齐的树 好像是一个个尽职尽责的哨兵 在忠诚地守卫着园子里的一花一草 很久没有感受过大自然的气息了 好想放慢脚步 停下来去看一片花的绽放 闻一朵花的清香 湖水碧绿 深不见底 看上去仿佛是天空掉落于人间的一滴眼泪 中央有个小岛 岛上种满了翠竹 路边是笔直笔直的空木 一排排一行形连成了一大片 所有的树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 一模一样 笔直笔直地 壮观极了 图片发自简书APP 踩着鹅卵石铺就的环湖步道 我一路向前 进门不远处 看到一弯浅浅的湖水 湖后的阳光参次不齐地洒在水面上 光合影交互跳动 映射出一片的波光淋漓 沿着小道直往前走 一对湖漠然呈现于眼前